現在要開口社會治安以及交通安全 操縱頂有一個點點在在負責的議員 雖然說他不是專制的建議 不過對到民眾的負責和負責是相當用心 現在要展開他們的相關技術和地獎 他們都會固定辦理到關聯和現實 希望透過的高官和壓平的環境 讓大家在在讀到問題的時候 都可以輕鬆來解決 這些車子其實都好隨便 那這時候也會持續一直到處境 各官利用壓平來為大家感慨 在這間任務時遇到種種問題 這是操縱分教基盤議員分的演習 提升議員團隊的運作 以及增加他們的專業地攝 我們今天做上半年的長信 就是要跟我們議員所有參加的人 要把信任和說 讓他們大家都了解說 我們做議員的目的 大家會用來這裡訓練 給一些的優勢 才可以了解說 我們做議員的 是要來維護交通 對社會上可以幫忙 一些交通主義 還有一些地域 議員表示 剛才半年一次的訓練 整個大家專業地域 讓大家在讀到問題的時候 都可以輕鬆解決 半年一次的長信 可以學到很多東西 比如說防詐騙 沒有宣導 還有學到舊人的CPO 這都很好 所以參加議員的方式 可以學到很多的傷勢 除了基本的訓練以外 草屯小鳳教會 每天來教大家基本求名書 並提供AED 來讓大家了解 以及使用方式 讓大家在有事的時候 可以叫人一名 今天來草屯分局 就是幫疫情 教導一些CPR的嘗試 還有宣導CPR 還有推廣公眾使用AED 現在在車站 各大法律公司 都可以看到這些東西 它其實操作不會很困難 它是一種灑瓜級的電警器 你只要把AED打開之後 上面都有圖示 所以你不會貼錯邊 你會知道怎麼做使用 只要你敢做 你就一定會做這樣子 但兩天付出的議員 雖然不是專業 不過對著面前的貨物 以及付出 是最大的可處 希望他會這次的演習多東 可以真的專業地勢 真正義勢 學勤的能力 記者要轉長報道